专业技术专业培训 大家好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去参观一下我们工厂里面 蒜油酱的详细做法 小米椒下 油油以后下入小米椒 给它激发出辣味和颜色 简介着下入清洗干净的蒜油 做餐饮的同行朋友都知道 做蒜油酱的蒜油 必须要提前清洗干净 甩干水分 今天一共多少公斤啊 一百几啊 一百五啊 好好的蒜油酱可用于蒜油粉丝蒸生蚝 蒜油蒸三味蒸茄子或者烧烤之类的菜品 好下 刚才下入的是浓缩鸡汁 好芝麻油 下入芝麻油增加香味和口感 好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先下一半吧 好够了够了够了 好 好 这个不咸 下 下 没表示 下 这个不咸就没事 之前比例都确认的就没事 这边下入的是味精 好 鸡精下 先下一半 好 调味料搅拌均匀 熬至了三十分钟左右 尝过口味 没有问题 就可以出锅晾凉 然后打包 分装 那么 这款蒜香浓郁颜色金黄 而且多用途的蒜油酱 到这边全部制作完成 有需要的可以关注我 私信我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